以色列在轰加萨,炸掉两电视台 以色列和掌控加萨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冲突着以第五天 以色列昨天持续发动对加萨市区数十起密集空袭 并击中两处媒体大楼 昨天的空袭共造成五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年纪最小的才一岁半 还有许多人被困在瓦砾堆中 哈马斯佐也继续对以色列发射火箭炮 以色列民众多次躲空袭警报十分惊慌 以色列发射铁琼系统拦截两枚火箭炮 以色列从14号起空袭加萨 总计已有50名巴勒斯坦人上命 加萨则发射超过500枚火箭袭击以色列 造成三人死亡 法国介入调停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去放话 将发动更精确也更致命的攻击 军方也直言 如果空袭未能完成目标将从地面站下手 空袭加萨行动造致多方抗议 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 印尼首都亚加达和日本东京都有抗议示威 东新闻综合报导